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2月24号下午 大陆渔船两名死者家属 与红十字会人员重回金门 查看渔船和海巡署CP1051艇 并进行了拍照取证 查验人员包括 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部门兼泉州台办副主任李昭辉 晋江红十字会秘书长曹荣山 顾问徐维伟 及两名死者家属莱燕与余德斌 另两位顾问 黄天定与庄东行两人的身份 外界预估应该有渔业或海事的相关专业 通过图片可以看到 大陆渔船左舷中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但是不确定是否是此次造成的 但是此前自由时报引用 未说明来源的消息称 大陆渔船只买了一个月 那图中的痕迹是被海巡署快艇撞击 造成的可能性相当大 大陆团代表与台海巡署官员 在金门展开第三度闭门协商 但依然没有结果 陆方坚持要真相和惩罚相关责任人 而台方只愿意有条件支付付付续金 最终谈判破裂 因为陆委会规定 死者家属入台证申请 仅核准三天 第二波陆方代表只能当日入出境 因此半数陆团代表与家属返路 只留下七人叙留金门处理协商事宜 死者家属怒批海巡艇撞翻陆艇 公布的讯息前后不一 没说实话 陪同家属到金门的团长李昭辉 也对媒体称 只要提到要查明真相 台海巡就推诿撒谎 打太极 百般阻挠 就是要回避追查真相 而蛙媒却又开始凭空捏造 死亡的渔船船长没有驾照 不熟悉开船 而根据台海巡署最初的说法 渔船经负事故发生在14日当天13点10分 海巡队员在14点07分就将其送一 但随后 有台海巡署内部人员看不下去了 对外爆料称 实际上发生撞船的时间是13点45分 而送一的时间点是14点40分 在报告被推翻后 台海巡署又将送一时间改成了14点40分 最大的疑点就是在这35分钟之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台海巡署不得不篡改撞船和送一时间 这背后的原因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对夏金海域酿两死事件的持续升温 有一个比较新颖的解读 那就是民进党赖清德的政治图谋 试图逼大陆主动恢复两岸对话协商机制 22日 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站出来发声 希望尽快查明真相 妥善解决 希望两岸恢复既有协商管道 恢复双边有序的交流 而民进党目前党主席是赖清德 因此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发声 应该就是赖清德的授意 不过很显然 大陆方面已经看穿了赖清德的算计 并没有上当 这也就是为什么谈判团队 本来打算全部先返回大陆的 最终又留下一半 民进党当局在得到美国方面的撑腰后 选择了继续硬钢到底 22日美众院美中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率领四名跨党派众议员抵达台岛 公开叫嚣美国与台岛同在 给民进党当局撑腰打气 此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还公开了对台岛的新一轮军售 国务院已批准 受台先进战术数据链升级计划 与相关设备 首期合同金额为9500万美元 这项军售将需约200名美国政府官员 与200名美方承包商代表 依据需求陆续抵台 提供工程与技术支援服务与计划和技术审查 这一套系统如果成功改造 那么对提升台军的战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有了这套军事核心系统 美军将会获得台军的军事指挥权 台岛方面所有的军事设备都会被美军间接或直接掌控 一旦美国方面觉得有必要有需要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随时引爆台海挑起战争 比如台军的F16战斗机如果携带有导弹 美军在后台可以直接越过飞行员 下发命令战机发射导弹 对目标发起导弹攻击 美国干预台海事务的效果很明显 民进党当局的赖清德陆委会海委会 民进党党团等再次表达了对大陆的强硬 海巡署更是拒绝道歉 坚称自己是正当执法没有过错 而最离谱的是台岛军方 从此前的不介入态度反转成了 要求各外岛做好跟大陆武装冲突的准备 看来这一次我们大陆方面不动真格出狠招 这次事件估计是难善了 目前已知的正在夏津海域巡逻的六艘海警船 包括2203船、14513船、14608船、14061船、2103船和14609船 全方位的包围相关海域 其中两艘紧贴金门马山台海巡驻地 此外海间8001船在马祖白犬海域巡航 而大陆渔船闽龙渔08666船在夏津海域进行了长时间活动 中国海警此次出动的2203号船只 装载有双连装37毫米机关炮四门 随时可以把对岸的海巡署船只给打成筛子 在未来的夏津海域 大陆海警可能会分成三步 第一步也就是维持现在的情况 但没有明确台当局是否可以在该地区执法 第二步则是禁止台海巡署在夏津海域执法 第三步则是驱赶台海巡署进入夏津海域 如果到了第三步 那台当局也根本没有办法应对 唯一出路就是选择接受 除了海警 还有9艘解放军舰艇在台岛周边活动 有台媒炒作称 一架5直10出现在了金门海域上空 台军退役将领栗正杰称 5直10此刻现身金门附近 恫吓意味极大 以往大陆直升机在坐前沿侦查前 都会先跟金门地方层面上打招呼 由他们转告台军方不要误会 没有攻击的意思 但这次却没有依照惯例提前告知 很不寻常 另外 美国的动作也值得注意 前几天 还有西方媒体炒作称 美国海军5艘航母将被部署到西太平洋 威慑中国 结果 转眼之间就剩下一艘了 其他几艘都提前溜了 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的 美军航母动态显示 目前 西太平洋地区只有罗斯福号一艘航母 里根号航母还在日本横须鹤港趴窝 卡尔文森号航母已经驶离珍珠港 原先准备前往西太部署的林肯号 更是直接掉头回去了 目前已经重新回到了母港 这也再一次说明美国所谓的坚如磐石的对台承诺 完全是谎话 有不少台湾人士呼吁自救 不再寄希望于美国亲自下场保台 栗正杰就提了这么两个建议 一是要求台当局重新把他征兆入伍 再由他号召一群老兵重返军队 共同保卫金门 第二个建议就是让台当局主动释放善意 在大胆岛那面墙上写上九二共识统一中国 以此向大陆表达缓和关系的信号 不得不说 岛内有些人是挺有想法的 但要是真想释放善意的话 拿出实际行动来不就得了 做这些表面功夫又有什么用 东部战区近日发布的海报上 也首次出现了海警元素 海报中特意用红色繁体字突出金门地名 配以福建海警局14608船图片 这也是军方首次在海报中体现海警元素 这意味着 倘若台军敢阻挠大陆海警的正常执法行动 将直面东部战区的回应 解放军的各种先进舰艇 把台湾岛给包围了 红色的区域 是解放军在2022年8月军事演习中 六片区域包围台湾岛的场面 解放军空军的轰6K 还有歼20和歼16 从多个方向包围了台湾岛 东部战区发出的海报 既是对台湾同胞的呼唤和问候 也是对台独势力和境外干预势力 发出的极其严重的警告 解放军有实力彻底挫败 美日韩干预武力统一的 任何阴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